大家好,今天是8月23日,星期三 首先看看北水,虽然近日的市场是时升时跌 北水又是时初时入,不过我们细心看看 整体地来说,上面的柱藏是高一点的 这里的柱藏是低一点的 所以在这里,我已经告诉大家 要留意,北水似乎是累积上来 如果我们看看啡色这条线,也确实是北水是累积上来的 去年是10月底的时期之中,北水一直累积上来 市是继续下跌的,这几天都一直这么说 有些新的朋友说,你可以看看这件事 市是继续下跌,不过北水是继续累积 所以对今时的市,我们需要审慎,但乐观 就不要审慎而悲观 好了,这个基本是这个情况 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的板块呢 升的板块不多,跌的板块较多 升的板块里面有些什么呢? 有些电信服务,当然 那三点大牛龟,即是中电信、联通等 黄金又升,当然 这个一直都说了 接下来就是银行 留意银行,今次是升的 而地产就不是了,差天供地 因为差天,地产仍在这里 有一定的问题要解决 问题是怎么解决到呢?我个人的看法就是 为什么解决不到呢? 为什么解决不到呢? 那些地产欠的债,欠什么人的债呢? 欠内部嘛,内部的东西可以解决的 是不是?跟你谈一下心就可以了 所以在这点里面来说 我又不是这么担心 所谓内地的地产业的债务问题 是会解决的 怎么解决? 很多方法 我又不是中央 提出你没有用 那便迟迟讲讲先 有才有空讲一下 再其次就是 各自是板块方面来说 业绩好的股票 一定是可以升得多的 好像安达那样 那便是业绩好 所以升得多了 至于其他的呢 就没问题了 总之是看业绩 百度呢 都是好业绩 所以又是升得多的 那应该迟少还有一只小咪的 但这里也是这样的 那 吉利汽车 还在跌 哎,好深谙 不过 放心吧 这些东西是 有实力的 慢慢看一看 好吗 比亚迪当然 比亚迪当然 比亚迪是封头等来的 亦都是受到一些压力 即是首位跌跌 他又不怕 这些东西 好 基本上是这样 是不是 那我看看 就是 其子了 其子呢 我又再说回几次那样东西了 好吗 以前都说过很多次了 那很早已经说了 第一 其子呢 基本上就是这一道 然后这一道 然后这一道 然后这一道呢 就建立一个双形的 知道这样 落 成 那便跌穿了 那跌穿了 那跌穿了真的不是太大问题的 他开始就横行了 开始横向整固 那横向整固 要整固很久的 可能整固到 到他 要这个期子结算完之后的 那便看他会继续下 还是继续升上 那就是 就是这点 基于是北水 还是累积 我的倾向体系 之后 是应该会有机会 是这样上去的 那 那 好了 那我们再跟着看看 就是 来着 我们有什么股票 可以留意呢 一只有一留意的是 中外云 中外云呢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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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